试解不等式 以三分之一为底的log 括号呢 帧数是x-3 会大于以三分之一为底的log 括号帧数呢 是4-x 这两个对数呢 我们来做一个不等式的解 那第一个 我们要先观察对数的底数 好 底数的部分 底数是三分之一 好 那三分之一 是小于一的 所以它是一个减函数 那么当整个对数是比较大的时候呢 代表的是它的帧数 反而会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帧数的部分 x-3 会小于4-x 好 那接下来 接着呢 我们来做一下运算 把x-1向到同一边 好 我们把这个负的移过来 这样会变成正的 会大会比较不容易出错 因为如果在不等式当中 你要除一个负号的负号 除一个负2 或除一个负3的时候 你要记得变号 所以呢 通常我们都会建议说 把x-1呢 改成是正的 好 负x-1向到左边的时候呢 变成加的 所以一个x再加上一个x 就是2x 好 小于多少 负3移过来 4加3 所以等7 那么x就会等 x呢 就会小于 2分之7 好 这是呢 我们的第一个条件 好 在对数的当 对数的部分当中 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它的帧数和它的底数是有限制的 好 帧数的部分 帧数的部分条件是什么呢 帧数必须要大于0 所以我们的x-3必须大于0 还有4-x必须也要大于0 好 x-3大于0的话呢 x就会大于3 那这边呢 我们刚刚说了哦 不要移向4 我们把负x移向到右边 所以是不是变成了4大于x 那我们只要再从右边念回来就好了 所以它是不是 x要小于 x要小于4 所以x小于4 x大于3 然后x小于4 好 所以呢 这是第二个条件 这是第三个条件 好 1 2 3 这三个条件呢 我们在竖线上做图 小于2分之7 2分之7是3.5 好 所以我们取一下 这边是3 这边是4 取一个大概就好了 因为我们要的是范围 好 所以2分之7在这边 我们要小于2分之7 所以呢 小于2分之7 好 第二个条件呢 是大于3 所以我们必须要大于3 再来第三个条件呢 是要小于4 好 小于4 所以这三个条件 它的交集的部分在哪里 好 这一块是我们的交集 所以我们最后x的范围 就是x呢 要小于2分之7 然后呢 要大于3 好 大于3 小于2分之7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下期再见 好 这边 再来一块儿 好 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